有人说我长得像溥仪 好像某些地方有点像 有人说这个我的性格像溥仪 你怎么说都对 这个莫代皇帝溥仪 我前段时间看了半个月他的书 还是有的一说的 之所以这么说 就是说他也有他可圈可点的地方 他虽然是亡国之君 但历史上 有些亡国之君 并不是他个人的责任 他只是一个人 他虽然权力很大 但是有很多历史问题 到晚期后期 他不是所能力挽狂澜 很难 所以时事遭英雄 所谓当年的这种个人英雄主义 偶像崇拜 那大多数西方思想 在中国 虽然有一些人物 是很出众的 但两方面 第一个 在当时的这种环境下 也是环境的产物 第二呢 跟他齐名的 在当时 有很多 当时他不见得是最出名的 比如说孔子 你像当初的周延呢 以及很多百家 争名 百家 学术 很多都很出名 而他在当时 也并非是知识能臣 即便他再有能力 大家 君王都不用他 只是他是后世的万世世表 所以说他活在以后 他的思想也是过于朝前了 这些我们前面大体都说过 这个溥仪 还是很悲催的 我们说他的这个弱点 他用的不对 就是他的弱点 用的好 那就是缺点 看对什么 语境 环境 他还是有点 软弱的 他的这种软弱 是因为当时这种 世事环境下 他大权旁落 傀儡皇帝 他本性 还是有一种 就是君王之 之为的 你看在这个 后来这个东京审判 我们在网上也能看到 一丝一毫 很多都被禁了 那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维护自己的 这个这个 就是拍案 叫绝 龙危大怒 而且他说的很多都是 压了很多年的火 虽然说 日文责任 比较大 但是他自己的原因也有 他是想依附于人家 那把自己撇得一清二楚 但是晚年 他很 这个 懊悔 忏悔 他反省的是改自我改造的是非常好 是真正从内心改造的 并不是给别人看的 你去看他那些书 这个 真的是把自己 以视同仁 同平民 那个时代 我们刚 国家创业的时候 当初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